在高雄的鳳山隨於今天上午七點多 傳出有一名男子酒駕 撞飛了五輛停等紅燈的機車意外 但是現場情況如何 趕快聯繫給記者張慧竹 好的直播各位觀眾 畫面中白色休旅車翻覆引擎蓋凹陷 而旁邊人行道還有一堆機車被撞得扭曲變形 根據目擊民眾表示 大約是在早上七點多發生的車禍意外 馬上先來聽一下他們怎麼說 造勢的休旅車車主行進鳳山的建國青年路口 又轉時疑似車速過快 開到了對象車道直接撞上五輛正在停紅燈的機車 當時無名騎士有兩人跳車 兩人摔車倒地 而一名富人被休旅車壓在車底 當時有十位民眾合力抬起休旅車幫忙女子脫困 幸好女子送一急救後沒有生命危險 而造勢的夜系男子到警局時態度還相當凶狠 直到母親到達現場把他臭罵了一頓後才配合酒測 酒測值是0.45毫克 坦被上路尿貨還一副凶神惡煞的樣子 男子訓後被警方依公共危險罪送辦 好的以上下午情況將時間交捧內 政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